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来多伦多旅行必去的五个打卡景点 走 从1912年以前的这些东西 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 中国有最长的没有中断的 就这意思 这个厅都是中国 现在我们在皇家纳略博物馆的中国展厅 China Gallery里面逛一逛 然后这有几个元朝的壁画 然后还有一些雕像木雕 然后我们在这逛一逛看一看 你看他这个展示牌都写的这个是西州的 还写的这是周朝的 这清朝的这没多少年 这个船是个8个人 这船是8到10个人划的 最大的载重量是4吨 这船能载重4吨 这是在大河上划的 最开始的是这个加拿大人 用这个来运送比较重的物资 这些是这个加拿大人 我们现在来打卡第二个景点 这个其实是多伦多大学 这是多伦多大学里边一条小路 叫哲学家小径 挺有名的 是一个网红景点 然后我现在是在哲学家小径旁边的一个椅子上边坐着休闲 是哲学家小径是多伦多大学里边一条悠长的小路 两边有绿树 有树荫 然后现在正好是中午12点 然后有一些大学的同学们可能就开始吃午饭了 他们就坐在哲学家小径两边的椅子上吃他们的午饭 这块有一个哲学家小径的介绍 就是介绍哲学家小径的一段话 这个是多伦多大学 这个是多伦多大学的三一学院 然后这个建筑看起来非常好看 它其实就是多伦多大学最古老的 也是很著名的一个学院 然后它还是这个建筑 你看这个看起来是挺好看的 它还是哈利波特这电影的取景地 某一级哈利波特在这一块取过景 这是多伦多大学图书馆门口 我们准备进去参观一下 它写着open to the public 应该可以进去看一看 这是多伦多大学的图书馆 然后我们进来参观一下 然后我们参观的这部分 它叫rare book library 就是一些 rare book 就是一些稀有的图书 可以类比成善本 就是什么宋版书 就是一些古老图书 然后它在图书馆里边收藏 然后我们来的这个区域是可以参观一下的 然后你要是去借书 真的要去借来看看 去到它的可以access这些书的楼层 你就需要办卡了 然后参观是open to public 大家都可以来参观的 然后看起来图书馆里这些书还是挺厉害的 我们现在来到了多伦多的罗杰斯中心 这罗杰斯中心是多伦多的一个重要的体育场 我们也来这块打卡一下 然后它是多伦多蓝鸟队的主场 多伦多的一个棒球队 多伦多人民都很喜欢这个棒球队 就像北京人民喜欢北京国安一样 今天不是比赛日 比赛日的时候 这块会有非常热闹的气氛 然后今天虽然不是比赛日 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多伦多蓝鸟队的主场 然后更著名的一个景点 就在罗杰斯中心的旁边 这个就是多伦多的地标 CN Tower 多伦多电视塔 然后我们在各种的多伦多的宣传片 只要提到多伦多这个城市的介绍里 都肯定会有这个多伦多电视塔出现 然后我们今天也要打卡一下多伦多电视塔 然后多伦多的罗杰斯中心加上多伦多电视塔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景点了 买一送一的第三个景点 罗杰斯中心和CN Tower 加拿大电信的Founder和CEO 他是一企业家 这是今天的 可能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景点 是这个Harbor Front 这个港前沙滩 然后我前面就是安大略湖了 然后后边是一个小沙滩 我们在这休闲一会儿 打卡今天最后一个景点 我后边就是这个CN Tower 加拿大电视塔 今天我们在多伦多市中心打卡了这几个景点 先去了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然后又去了多伦多大学 然后又来到了这个罗杰斯中心 然后和他旁边的CN Tower 多伦多电视塔 然后现在我们在这个Harbor Front Beach沙滩上面 圆满的完成了今天的这个市中心的景点打卡 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多伦多的著名景点 就是尼亚加拉大瀑布 它就不在市中心了 离多伦多市中心大概有150公里左右 我们下一期再带大家去看一看尼亚加拉大瀑布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收藏投币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